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言,你的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我们就讲讲军武短打 跟大家讲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兵Austin 亦是今天宣布下令8500位美国士兵 未来会进入高度戒备的状态 都准备随时上前线 尤其是前线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波罗的海三国,波兰那边 这都属于北弱的前线 另一边就是东欧那边 包括我们讲的普加利亚,罗马尼亚 都会介乎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的位置 当然是威胁的作用,威胁现在是俄罗斯的驻军 亦有消息说,美国空军 也会派出第82空港尸第三类战斗部队 也会是其中一支参与的任务部队 亦很有机会,可能在72小时内 便会由总部北卡罗来纳州 布拉格宝出发 好,我们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帮忙按个like 因为你的like对我们的台很有帮助 你的like可以令到我们推上更高的推前频道上 让更多的朋友见到我们的节目 另外,如果你未按钟制,第一时间也麻烦按一下 这些节目更新的时候,你可以尽快更新到 现在的乌克兰局势 乌克兰局势,大家都看到 连日的边境都是紧张的 美国总统拜登也决定 现在的变化,用外交的方式解决 都是很敏碎的了 因为美国的形势一直都有压制 你见到他又不会立即做一些金融和经济制裁 经常性作出严厉的警告和制裁等等 但仍未做,亦拒绝 在这时刻,在开打之前制裁俄罗斯 害怕逼对方去到一个山窮水尽的时候 就发窮恶,这个都明白的 但你持续的俄罗斯军队集结,迫到你没办法 因为你纯粹低声下气地和别人说话 不代表别人的军队真的会不做事 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要挽回民望 你见到现在拜登有6成人不支持他做总统 挽回什么劣勢,也要挽回党友的移植 所以他们需要考虑派出几千位士兵 也要派出海军的艦艇、战机 也要转移到波罗的海,即三小国 波兰的地方,甚至乎东欧我们说过另一个质役的情况 这些位置大家明白了 有8500个军人,即现在要一个高度戒备的状态 意思是什么呢? 以往大概是10天之内收到通知 然后准备上前线,现在就缩短了 正常部队都是5天之内 随时收到命令上前线的情况 但是何谓前线呢? 这真是挺特别的字 前线的地方不是在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也不是北约成员国 所以不会直接派到乌克兰 亦不会参与第一线的战斗任务 应该派到北约成员国 但是前线的地方包括波兰 或者是普加利亚、罗马利亚等地方 做一些增援的部队 其实这个整个情况 你觉得都是属于安抚美国的盟友 亦希望能威胁到俄罗斯的侵略 甚至乎有没有机会 可以启动了在北约反应部队 驻东欧那部分的兵力 因为这个快速反应部队 其实在2000年头左右 成立了大概4万人的部队 这个部队当然有海洛空特种部队 全部都齐 他们亦有一个加强版 等于你看到香港的SDU版本 就会更加快速 更加多不同的合成建斗旅 在里面去处理一些危急事项 我们撇除北约不说 只是说美国自己的派兵 对整件事的影响 今次部队部署的单位 都涉及不同层面 包括有后近 包括有医疗 包括有航空 运输 做情报等等 所以他们的五角大厦的发言人 Kirby 都说到 都已经为整个作战的态势 一个很高度的准备 还有五日 理论上 那个alert 就会啟动 还有你看到 又是Austin 和之前我们的Mark Milley 参谋长 跟总统拜登在戴卫营那边通过电话 说好所有军事选择 现在在乌克兰里面 大概有200位美军进驻 他们都是属于国民警卫军 属于佛罗里达州那边的国民警卫军 主要都是训练乌克兰的军队 现在美国在欧洲的士兵 大概有6-7万名的士兵 但是如果部署在东欧的地方 真的不多 大概6000位 另外也有一些是波兰 大家知道 主要都是德国、英国、意大利 接着就会去到波兰、波罗的海 所以如果你说他在东欧这边 就是我们说 布加利亚、罗马利亚的人数 就相当之有限力 部队要做轮换 主要部队也有装甲旅的战斗部队 现在有机会 要将他们的兵力 如何调配配 就向欧洲以东那边 就调配 物有必要的时候 甚至乎要增派部队 所以你看到8500位士兵 就应该是第一批 我们相信 首次调配海外准备 这场乌克兰危机里应变的部队 我认为今次调配海外准备 究竟是否有机会做到威胁 我相信是极其有限 第一浪亚派8500都比 昨天听到消息 调配5000的士兵为多 所以接下来应该属于第一浪亚 即是第一波部队 会否再派8500 甚至会形势紧急时 可能要派3倍 25000人上前线也不奇怪 这亦是二战之后 突然北弱 那么久以来 前苏联亚派之后 都好像第一次 这么紧急调动一批部队上去 甚至刚才我们提到 北弱的快速反应部队 都有机会在4万里 都要抽一部份上前线 你看到前线 也不仅是波兰这边的东欧位 波罗的那边也要做戒備 波兰尤其是 也要作出戒備 不过有个原点 就是那句 如果俄罗斯真的入侵乌克兰 那美国可以怎样做呢? 我们看法都是 那些部队 如果是部署在 罗马尼亚、 普加尼亚、波兰这位 都是按兵不动的 应该都会站着看着 会做其他军事以外的选项 即制裁也好 或者其他更严厉的设施 例如 不再给德国和俄罗斯 进行天然气交易 切断所有俄罗斯 对欧洲的能源管道 当然对欧洲也有打击 但我相信 如果美国做得这件事 都会有相对应的措施支援 当然 阿联邮那边 可能都做不及了 你说美国自己的业癌气 不够呢? 输出亦都租成移民 所以我们都相信 俄罗斯、 普京都知道 反制他的手段 很有限 所以你看到俄罗斯 仍然有此无恐 继续提升他的形势 包括白俄罗斯 那边也布置了军队 甚至乎 有消息说 他们会准备核弹 随时有一个核威胁的力量 去警告美国 因为他知道 美国会有情报 搜集包括 我们所说的 一些RC-135B 矛钉这些飞机 每天都会在附近的上空 搜集情报 我可以特意给你收听到 就是我们 已经准备好所有的核弹 随时可以Live的部署 就发射一个短程的 战术核弹的攻击 去对付乌克兰 当然白俄罗斯 也是一个进军的好路线 因为射箱距离 几乎的距离 实在十分之短 所以如果发动攻击的时候 我都相信是一个 很难抵挡的地方 但是有些KOL说 他会不会是太近 之前设计鲁佩尔核设施 爆发的地方 亦有机会影响到石棺 不过以我们认识的 俄罗斯的军事 他们应该是不会打的 即是他们要进军的时候 他们就会打 当然盟军如果要攻击他们 反过来 更是一个胡申符 走过的时候 你也不敢随便落炸弹 轰炸他们 至于你说 他们会否经过这个地方 受到核辅社污染 现在连游客都会走过去 你觉得军队会不会害怕 这些几十年之后的 声誉的核辅社 如果你长期驻守 当然会有风险 但如果纯粹驻军 即是你进军向前走经过 我相信作用不大 不过如果你在附近的电池装备 可能会受到影响不出奇 所以你感觉入队好像突然被电池战的部队干扰 真的不出奇 但如果比较low tech的部队 我觉得不会危险的战况 反而路面的状况 天气的状况 才会影响整个俄罗斯 由白俄罗斯那边进军的路线 所以不存在什么资议 鲁贝尔、核电厂、破坏士兵 老实 俄罗斯的军头都不会想这件事 所以白俄罗斯那条路线依然是要命的 不过我们一说起白俄罗斯 我们就不可以不提提 白俄罗斯进军的时候 俄罗斯他们进军有一个挺倾向的传统 就是他们用铁路做运输 白俄罗斯境内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前苏联的加盟 他们也是保持着路轨 也是统一的 白俄罗斯 俄罗斯 甚至乎乎乎乎乃克兰 甚至乎波罗的三次国 也正在保留着那个轨道 也是与俄罗斯接轨的 但是我们提到白俄罗斯 这边的国家标上的公司營运 负责整个国家的铁路运输等情况 最近被黑鸭攻击 这个黑鸭组织就说明了 现在这些网络攻击行为主要是为了阻碍俄罗斯在白俄境内的移动 例如美联社的报导也有提到 这个黑鸭组织叫做白俄罗斯网络游击队 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攻击行动 亦刻入国家的铁路公司 他们也算是有良心 他们就不会故意对他们的讯号系统和控制系统进行攻击 不过他们会瘫痪你们的系统 例如买不到飞 网站很多的操作都做不到 网站就废了 令国家铁路公司虽本 又不能营养 一般路线也要停满 他们又不会特意打到你的基建设施很重要 或者将你的伺服器加密 索具库开不回 其实都是令到你停满 这些动作当然会影响到俄罗斯进军的情况 如果铁路这部分出了问题 当然对俄罗斯整体的运输路路线是会有延长的 令到他们的后勤会拖拉 这件事当然对俄罗斯产生一个问题 如果有机会 我们都会开一集说 俄罗斯的天路系统 其实就等于血液的需要血管去混血一样的道理 俄罗斯和美国就不同 美国你看到有一种全天候全世界的运输工具 例如我们说有C5,C17,C130 俄罗斯就没有那么独天独喉 它就运用他们最独有的铁路系统 就做他们的后勤运输工具 但如果大家都想认知更多 记得后面的影片就打加1 就说俄罗斯或前苏联 为什么利用铁路系统 为他们的军队输血 去输送 我们说无论是送兵 运兵、运油、运蛋、运食物 运很多资源 都是利用铁路源源不绝送上前线 他们的钢铁红楼、无敌陆军 装甲部队才可以所向披微打得这么厉害 不过又话说回头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黑鸦部队 固然都会刻入白俄罗斯那边 但其实他们自身 即我们说到美国本身的国土安全部 他们也有个担心 他们担心俄罗斯会不会有进攻 即是美国本土一些基建设施 消息来自早两天 美国国土安全部 他们一份情报声明指出 即是说到如果俄罗斯真的入侵乌克兰 理论上也有机会出动到网络攻击 俄罗斯方面有他们自己的网军 有他们网络攻击的工具 即是可以对付美国一些 一些比较低建设的情报安全组织 或者一些国家级的部门 去攻击他们 俄罗斯曾经都试过对美国 进行网络间谍活动情况 所以莫斯科如果直接攻击 美国的关键设施的机会也是高的 所以这个美国本身都要早作准备 做个总结 现在看到乌克兰的边境 前线依然相当之紧张 虽然大家都是不发一弹 但现在的紧张局势 慢慢都令到政客 即是他们的态度都可能有点圆化 由之前一定不会出兵 到现在 有些地方你可能还是坚持不出兵 但你都开始要有点回应 包括你都开始要派发兵力在他周边包住他 不要让俄罗斯额外的兵力攻击其他地方 要不然 首先你说乌克兰不是北约 你不保护了 但是人到北约的地方 如果发生冲突 在边境附近 你都没有办法阻止 这次就真是Let's go Brandon Brandon可能你真的要走一走 你真是 那三年你都很难捱 而且 中期选举又是很麻烦 所以 怎样都要做一场好戏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到 美国准备都会派8500兵 将来都应该上前线 尤其是要上去东欧前线的情况 大家也可以帮忙 例如收听我们的广告 有长短广告 长广告可以看30秒 短广告都看完 另外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 和Patreon会员频道 密密为大家送上最新的Wallet危机的消息 另外大家如果货金也可以随缘 包括恒生银行、Payme和转数块 另外我们也开通了PayPal 大家也可以透过PayPal支持我们 大家也可以留言、like和share 你觉得未来美国会争多少兵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会不会上到5万呢? 甚至乎突破5万呢? 这就让时间告诉我们 好,我是我们的节目主持Larry 我们在其他世界防御消息再见 拜拜 明镜需要全体操作